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起了一个很大的真实 他告诉我说 妈妈 你永远不能放弃 无论发生任何事 我是在台北认识我先生的 结婚后呢 跟着先生回高雄定居 我原本在一家知名的半导体公司 担任OP线上作业员的工作 凭着优异的表现 我在短短的两年内呢 就升上了组长的职位 工作就这样一直很稳定的下来了 一直到了民国98年 遇到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公司订单大量的萎缩 我也因为这样被资钱了 只有这样 只认为我待了九年的稳定工作 就没有了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有一天呢 我经过了市场 看到有人在卖菜 看着看着 好羡慕哦 怎么自己连卖菜这种工作都 不晓得去哪里找呢 走到公园 看到人家在公园扫地 也觉得怎么那么好呢 可以有扫地的工作 我却连着工作都没有 但想到自己还有两个小孩在念书 还要用到钱 就决定咬紧牙根跟他拼了 可是想到自己已经52岁了 想二度就业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后来我看到劳工局举办的就业博览会 很快的就找到房屋员的工作了 但一有时间 我会去上一些像电脑导游的课程 充实自己 后来左营就业服务站 经由职场学习 及再适应计划 推荐我来到了现在的公司 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很喜欢卖东西给人 看到人家去玩 自己也觉得很开心 和年轻人工作 我们要懂得谦虚 弯得下腰 虽然我们经验是比他们多 但是不要以老卖老 承认自己有很多东西 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的脚步 像我的业务能力比较强 但是电脑作业完全不行 我连Bepomogo注音符号 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要跟他们学习 现在我们门是有三百多家商品 我都利用下班去背去寄 我的工作守则第一条是敬业态度 不见得人家要你做什么才去做 一些年轻人比较不愿意去做的 我都会捡起来做 像我会主动做一些清洁 整理方面的工作 我们都会碰到人生的挫折 但不能被挫折所打倒 很感谢你们愿意雇用我 我才有表现的机会 只要给我机会 我一定做得更好 这个人做得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